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把他带到庙里去过 他做过一个不好的事情 也不知道动过什么不好的念头 嘴巴讲过不好的话 他从来没说过话 我告诉你 你小时候把他带到庙里去过没有 去过 从小生出来就不会讲话 只会一点点 好了 一点点的时候 你把他带到庙里去求的 求的时候 他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 可能是心里 我告诉你 被护法神惩罚了 现在完全锁住他了 身上全部被锁住的 所以他就一直会抽筋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我告诉你 抽筋进来 浑身这么转的 他总是这样这样 看见了吗 需要多少小房子 现在不是需要的问题 现在要念礼佛了 明白了吗 明白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他有时候经常会 还会打自己 有时候还会撞自己 明白吗 你发脾气就是这么好像弄自己一样 看见了吗 好像就是到处拍 看见了吗 我告诉你 惩罚很厉害的 我可以 我可以现在 叫菩萨给他松绑 他马上一会儿会像 恢复一个正常人 我讲的是 一会儿 就是说 但是过一会儿还会绑上去的 现在可以松掉他一会儿 我叫他松啊 请 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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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双手合掌 看见了吗 大家看见了吗 小姑娘 感恩师父 好了 现在松了 一直可以松两三个小时 好好在建小房子吧 我只不过给大家看到 什么叫烟结 什么叫做错事情 跑到庙里 跑到其他地方 造口业什么 全部都要受报的 不是不报 时候 会到 小姑娘 还要多了那小房子 他现在很正常了 需要多少小房子 松绑之后 他就露脸了 你看见吗 合掌 小姑娘合掌 小姑娘合掌 来 合掌 跟爷爷一样 合掌 哎呀 哎呀 合掌 来 会合掌吗 哎呀笑了笑了 哎呀开心了 哎呀哎呀 好了 他还不会合掌 但他两个手放在胸前 就是合掌 好了 告诉你们 好好的学佛修心 你还有什么问题啊 需要多少小房子 放多少鱼 一千三百条 一千 这么 哦 这么少 那么 三万条 小房子呢 小房子 小房子 哦 小房子 哦 是师父错了 一千两百张小房子吧 嗯 感恩师父 鱼放 一半 一半条就可以了 谢谢 感恩 感恩师父 感恩 感恩 感恩